这个东方好莱坞 它的影响力在亚洲范围内非常大 有人说好莱坞电影到哪去呢都横扫一片 但是在东南亚香港这片华人市场 包括在台湾 好莱坞电影不见得得利 它往往跟香港电影能打拼 有的时候呢 由于地区的欣赏习惯 风俗各方面不一样 好莱坞电影有时候还干不过这个香港电影 这香港电影本土化做得更好 可是呢1995年之后呢 好莱坞电影制作实现了电脑升级 它的特效效果比过去好多了 结果是好莱坞电影 一切打破原来的惯例 开始出现视觉大片 这视觉大片特点人 也不用跟你太细讲故事 就是特技效果就足够把你震撼了 你像我们看《变形金刚》《独立日》 你说它故事讲的多精彩吗 有的稀里糊涂 可是那视觉效果你太远远看了 这一点是当时香港电影望尘莫及的 所以当他碾压过来的时候 很多香港电影导演发现没法跟他们抗产 尤其是当这个视觉效果做得这么棒 故事还讲那精彩的时候 那更是见人杀人见破杀不破 挡不住了 你看1997年 我们结果在全球拿了20亿美金的票房 创了纪录 在香港卷走了一个多亿美金 1997年呢 那香港市场才多大 就这种打击对本土电影太大了 因为当年那1997年呢 洪金宝导这个电影《成龙眼》 第二名叫《一个好选择》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两个人呢 这哥俩有点野心 想打造一个港式的英语圈 准备要进军国际市场来 结果在香港本土是多少票房呢 4500万港币票房 4500万港币票房 对一个多亿美金的票房 这得差多少 也就是说如果要没有泰坦第一号进来的话 很可能这一个好人不止这些票房 就是等于好莱坞这种外患来的 碾压式的把你给打败 所以这时候香港电影 面对好莱坞开始无力套 所以这是本身内部就出现同质化 外部又有好莱坞电影这种碾压 香港电影全面危机开始呈现了 那么比这个还严重的呢 是香港电影的局限性 什么局限性 它就那么大个市场 因为那个时候呢 台湾的电影也开始崛起了 你像李安他们那些东西 在台湾本地票房也很高 同时东南亚各个国家 你一看你香港拍电影 原来看你的 这电影工业挣钱我们也拍 结果在东南亚各个国家的本土 香港电影也遭遇了当地电影的阻止 结果香港电影市场就那么大 你算香港总共才多少人 就人人都进电影院看电影 又能贡献多少票房呢 他跟这个内地啊 这十几亿人的市场 那是无法相对的